在後面 四月十五號台南區消防塑料館開用的這一天 一月按日本來的九十三歲的老先生 在外面還沒開始 就在家族的培養來到河中第三號 他正是比成為台南消防先區 台南第一季二宵台南消防塑料館 主持秀松的第二號生 主持風光 他正在四月十七號到七十八人前 為在青年路所住的老處 十月後參加消防塑料館的開幕 雖然說是驅到關了 不然這四人可以說是已經完成了一個大心願 台灣一百九五年台灣進入了日治四季 英德雄主持秀松申請在台灣生日立主結組 生包不少的公共鑑定 當時在一九一九年生日二宵 為日治四季台南市主要的小紅組織 一直到一九一百年 日本政府生立公室小紅組織 大大提升小紅設備 我是住吉秀松的次子住吉洪光 今天很榮幸受邀來參加消防塑料館開幕 加助住吉秀松於事業一帆風順之際 仍然生活簡卜 然而為消防及培育人才出錢出力 由於當時台南市火災平仁 疑似創建消防組捐贈消防車 家父往生後 家母捐還來建設消防塔 堅持不要責任意 要遇到的方式 甚至這句 兩萬一心中對著父親的懷念 台南的感情和感謝 主持風光的堅持 引起到財政人事的經費 家父住吉秀松於1928年辭世 迄今已90年 他的事蹟何以在消防塑料館展示 身為後代子孫的我們 以及今天無法親自前來的家姊 我們全體不僅倍感榮幸 而且十分欣喜 對於各界人士的盡心盡力以及厚愛 僅至上十二萬風的謝意 一久三逢年為了慶祝日本交和天皇上 在台南興建六戰老闆館的玉大典紀念塔 關塔是當時台南最高的建築 後來作為小鳳撩夢台修容 並在撩夢台上面設置小鳳城 這裡是我們的台南河童廳 中間的塔樓是在1930年代蓋好的 俗稱萬火樓或是玉大典紀念塔 是為了慶祝當年的昭和天皇的登基 旁邊蓋起來的是河童廳 是1938年蓋起來的 我們的塔樓中間是六層樓高 裡面有一個滑桿 是當初在日據時代的時候 附近的民眾如果發生火災的時候 會有日本人日本消防隊員在樓上看到火焰的時候 會通知我們塔樓的消防隊前往救災 這個是日治時期的消防中 消防中它有兩個 一個現在捐給中央警察大學 一個現在在台南市政府消防使用館 那這個它的功用在於 因為河童廳設之前 它是一棟台南市最高的建築物 所以它上面有一個建火樓又稱忘火樓 當發生火警的時候 它會在最高點的部分 當成瞭望台 然後敲警鐘 告知待命的消防人員出請救災 那各位現在看到的是 台南消防先區 助級秀通 它是在日據時期的時候 成立我們台南州的消防室的第一個 義消組織 所以我們又為了要紀念它的部分 在這個部分我們有做它的後代 後代的家族成員介紹 那這個牧師的部分 它本來高有三米 高有三米 那是因為為了要我們這邊 史料館的那個收集方便 我們把它縮小到這一塊 它上面助級家雷帶字幕 今天八十年 台南合同聽聲在民國八十七年 公告為始點的孤節 這條新方法 先會結合後 風災、孤節文化和觀光的好處 歡迎大家來消防室聊天 見證台南的消防室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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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